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地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预言家都在告诉我们 这个地球应该周期不会太长 我们可以看到恐龙大灭绝到现在 已经是六千多万年的时间 然后到了现在 整个地球翻天覆地的 都在改变它的整个行走的一个规则 包括它的磁场 不断的在撕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异象的变化 天象的异象 跟这个地球的磁场都在变异当中 那就像好像我们的变种病毒一样 不断的在变异 而且这个变异是从一个国家 接连一个国家来到来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这个全球破了八十亿人口的 整个地球生态 会是变成怎样的 苏美古神话里面超古代的启示录 这些作者的一些预言家 他们不断的在警示着人类 我们来看下去 地球危机降临了吗 苏美预言末日 2000年的时候 曾经有人预言过世界末日 就是1999年 据说六千年前 苏美预人的记载中 就有小行星 尼比鲁的讯息 有些人将它称为 太阳系的九大行星 它的通行轨道交错在 其他的八颗行星之间 就是我们的太阳系的 这八颗行星 后面的从水星 金星地球 这八颗行星中间 它怎么样运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运行呢 就一直交错在 我们这八颗行星当中吗 公转一次 大约需要呢 三千六百年 与呢 玛雅预言中呢 会呢 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呢 运行是周期 五千到三千年之间呢 是有点相似 三千六百年 等于是在三千年 跟五千年当中 那当然没有办法呢 是确定它会多少年 只是呢 这个预言呢 已经震撼了很多世人 我们来看一下 未被发现的小行星 最近呢 NASA发现了 很多的小行星呢 被一个呢 黑洞整个吞噬了 好 考古学家曾经在 苏美尔文明的 这个遗迹中呢 发现了一张呢 雕刻在石板上的星图 上面标示了 十二个天体 除了呢 距离呢 地球较近的行星以外呢 还有古代人类呢 不可能发现的 天王星 海王星 明王星 剩下的一颗行星 其实呢 在我们研究天文的 这个星象学中呢 最近呢 这几年已经出现了 第十颗行星 这是距离的太遥远 太遥远 离地球太遥远 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列入在 这九大行星之一 但已经出现了 第十颗的 矮行星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 来看一下呢 就连呢 现代人类呢 都没有发现 所以呢 他认为呢 太阳系中 还有一颗 没有被发现的行星 也就是尼比鲁 这个尼比鲁呢 到底是怎么样 一颗星呢 来 小星星撞击地球 会成真吗 好 这个树梅尔人的 记载中写到呢 再一次呢 轨道交汇中 我们的行星是有 轨道可 轨迹可循的 公转 自转 他都有一些时速的 天文学的记载 全部都一样的 他不会多一点点 或者少一点点 不会多一分钟 或少一分钟 就是你地球自转 是多少时间 因为他的体积是这么大 然后月球自转的时间 是多少 月球绕着地球转 又是多少时间 然后呢 绕着这个恒星的太阳 在转的时候呢 包括金星 水星金星 怎么样转 土星木星 天王海王冥王星 这些公转的一个情况呢 他是有一定的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天体里面 他是这样子 一个行星 接一个行星 然后越远的行星 他绕的轨迹 就越远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弧度就会越大 这就是我们的九大行星 但是宇宙浩瀚无涯 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 怎么何止是九大行星啊 当然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在太阳系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啊 地球也不过呢 在这个宇宙之中 看不到的一颗小沙粒而已啊 所以人类有多渺小 大家就很清楚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呢 你比如的 一颗呢 卫星跟一颗名为 迪亚玛 迪亚玛特的行星相状 然后呢 迪亚玛特呢 分裂成为两半 较大的一块卫星 来到了金星跟火星之间 成为了地球 而另一块则分裂成为无数块 变成了散布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蛋 在你比如再次接近地球 可能会给地球生命呢 带来致命的伤害 撞击可能会在20239月初发生 又来个世界末日了吗 这是包括玛雅文化里面啊 他们记载的 也都是在2023年 他讲的是8月 这边讲的是9月 为什么这么接近呢 我们来继续研究一下 到底这些行星 它的行击轨道呢 会让人类变成怎么样一个 怎么样一个生存呢 来我们看一下 第五次生物灭绝事件 好大家都知道呢 俗称恐龙的大灭绝呢 6600万年前 约17%的磕 50%的灭绝属灭绝 虽然其灭绝程度在地球上 五次大灭绝中 只能排到第四 但由于完全毁灭了 恐龙的异常令人所熟知 其诚意一般认为是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陨石撞击 好 美国也有曾经 有陨石撞击过 欧洲也有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应该在NASA的记载里面都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呢 其成因一般认为是墨西哥 这个尤卡坦半岛的陨石撞击呢 西克输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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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大的陨石坑 而让整个呢 地球的动物呢 恐龙大灭绝 那就是呢 第五次生物灭绝事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 传说的小行星留言 好 最近呢 在中国大陆又挖出了恐龙的遗骸 大家知道吗 又挖出了很多恐龙的遗骸 两个地方 挖出了两个恐龙的遗骸 我看了都吓一跳 而且呢 那个恐龙的遗骸在深度 没有很深的地方被挖到 那我要讲一下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也代表说 这个地表呢 它覆盖的土石 当时的撞击 应该是相当大 否则以这么庞然大物的恐龙 怎么会全部灭绝呢 它会产生什么 咽叶 因为撞击以后 会产生什么 咽叶 没有办法照到阳光 没有照到阳光呢 然后呢 所有的作物呢 没有办法生存 包括森林 也可能就灭绝了 所以呢 恐龙就没有办法生存 这个呢 就咽叶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像说 我常常讲那个大地震 如果火山大爆发 那个咽叶 来个三年六年 我们曾经发生过 地球上曾经发生过 三年的咽叶 所以那个区域 那个国家的人类呢 全部灭绝掉 全死了 因为 而且你要知道 那个灰灰烟灭 所谓什么叫灰灰烟灭 因为拿到整个撞击地球以后呢 它产生的可能的毒气啊 还有所有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 太毒了 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科学家 以及呢 地质探勘学家 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是 跟考古学家 他们研究的 密合度是相当高的 那我们来看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怎么样来知道说 未来 2023年的9月 会不会有一颗小行星 又来撞击这个地球呢 很害怕的事情 恐怕都存在 每一个人的心中 最强的疑慮 我想 很多科学家 他们也一直 不愿意公布 这样的事实 因为害怕 大家呢 对这个小行星的 撞击地球的力道 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他们也无从可考 在无从可考的状况之下呢 不敢 公布 也不予公布 最主要的原因是 害怕世人 因此而受到 精神的挫乱跟压力 所以呢 传说中的小行星的流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无数的传说 论说当论坛呢 和预言都流传着 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就是在 21世纪的某一个时刻 一颗从此前呢 从未被发现过的行星 与地球正面碰撞 或以极近的距离擦肩而过 从而呢 摧毁地球上的所有文明 或导致一场巨大的行星灾难 这思数啊 就像思数的列车一样 行星撞地球 现在呢 整个地球的 整个太空的环境呢 是不是会因为呢 人类太多的外太空的一些架设 包括我们的电子设备 还有所有的航空设备 这些都整个电网都在太空上面 会不会是引起一种呢 不可测的磁场的改变 我相信是会的 为什么这样的不可测的磁场 包括火山的爆发 包括地球的大地震 不断的在加剧当中 大家没有发现吗 这些呢 恐怕就要 人类呢 死于文明 死于科学 而要灭绝于科学 有可能的 因为你想想看 整个的外太空上面 我们整个呢 地球的上空 全部呢 都是电网 全部都是科技的电网 包括通讯设备 包括探勘设备 什么都在那上面 你们现在的云端设备 也都在那上面 我们的通讯设备 还有呢 要打仗用的设备 全部都放在那上面 探测设备 敌对敌的舰雷设备 全部都放在那上面 想想看 这个磁场会不会受到地球 地球不会受到影响吗 肯定要受到影响 这个拉扯的力量会非常强烈 因为这个有磁场 这边有磁场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地球 它的保护者是什么 上面呢 有一层 就是我们看到外太空人 出了外太空以后呢 它呢 出了这个大气层以后 它有个大气层的保护层 这个大气层 我们在大气层之下呢 是受到大气层的保护 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在这边坐着 你的纸张不会飞上去 你看呢 出了外太空 出了这个大气层以后呢 所有的太空人 都是漂移在 它的太空舱当中 没有重力 完全没有重力 它是漂移的 人体是漂移的哦 你们看过那个外太空的吧 所以你想想看哦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人类会毁于科技吗 好 这个行星撞地球的传说 已经盛销成上好多年了 好 传说中的小行星 来 那无数的论坛都讲过了 接下来 好 刘炎静成真 科学家也证实 一颗名叫人阿波菲斯 390米宽的小行星 可能和地球相撞 释放出比核子弹爆炸 高十万倍的能量 数千平方公里的地区 将直接受到影响 而释放到大气中的灰尘 可能将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 我刚才讲过 一个火山的爆发 大了火山的爆发 都可能涌业三年到六年 这种撞地球 可能涌业是三十年 二十年 那就灭绝了 人类动物植物都要灭绝了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包括太阳系 现在也在变化当中 大家知道 太阳系 现在整个太阳都在变化 行星撞击的周期 直径超过一公里的小行星 将每隔数十万年和地球相撞一次 数十万年 直径大于六公里的小行星 将每隔数亿年和地球相撞一次 这样的撞击将会引发灭绝性的灾难 所以如果大于六公里的小行星 跟一公里的小行星 它差别性是相当大的 一公里的小行星已经够大了吧 大家看过那个行星 一公里是多大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星 不敢想象的行星 那六公里大的行星是多大 好 你就说你开车六公里要多大 那你把它化成一个原料多大 那个行星有多大 那撞了地球还得了 来地球破个大洞 来接下来 所以正在靠近地球的小行星 乌克兰天文学家 观测到一颗危险的小行星 正以高速向地球 而它对地球造成的危险指数 已经达到一级一百分以上 如果该小行星 一直沿着这个轨迹行进的话 那么会在2023年的8月26日 那天和地球来个亲密接触 KISS 亲吻着地球 虽相撞的机会仅为六万三千分之一 但那是指已观测到的陨石 一般预测每年约有五百个陨石 将撞击地球 但约有五到六个可以被发现 所以六万三千还要再除以一百 几率高达等于来到六百三十 六百三十分之一 那也相当高的 还不到一千分 六百三十分之一 也相当高了 好 那希望他不要来KISS我们地球 真可怕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觉得这个 这个所有的神话中的一些预言 包括科学家的印证 看起来是相当吻合的 苏美神话中 Nibiru是什么 Nibiru是苏美尔人的神话 传说中的神 其名在苏美尔语里面有杜传之意 那撒加利亚西勤在其著作中 以该神命名一颗星星 在他的笔下把其他的神名当作星球或外星种族 如迪尼玛特被设定为地球的前身 而有尼比鲁碰撞的说法 根据苏美尔文化中的记载 尼比鲁上住着一种 称为尼菲林人的人 身高相当高 而是存活其的 为地球的36万年传说中 尼菲林人为金到地球进行采集 创造了人类的已住所经 这个在神话里面 应该是无从可考 不过玛雅文化的这些考证 是经过很多历代来 也没有离我们很远 所以比较近代史来讲的话 这些所有的神话 有很多都是被印证过的 大家都知道玛雅人也是很厉害 其实他长相 他们的长相 我看过文献的记载里面的图文 他们长相有点像外太空人 他们不是长得很高 但是他讲的这个苏美神话中的人 看起来是很高 所以完全不同的人种 应该是不同 那会不会是外太空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地球的前身 迪亚玛特 这是又易迪亚玛特 迪亚玛特或者迪亚玛特 反正有这种名称出来 是古巴比伦的神话里的女神 这个我们不讲解 他说把它切成一半以后 一半是变成地球 我不太相信了 这个就是神话 我们就把它当神话来看 地球诞生之谜 世界的基石 迪亚玛特的孙辈的神明之中 有一位叫马尔杜克 向迪亚玛特发出了宣战誓言 并将他的身体一剑切为两半 一半成为天 另一半成为地 我觉得这个星球的变化 应该不是像神话这样的神奇 就是说你这个神 变成一半是天一半是地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星球的变化 以科学家的他们的物理学来看的话 不管是如何 它的形成其实非常的复杂 地心是你看 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那种 探究地底的节目当中 地球的引力 还有地球的地心 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 它有一个哀嚎的声音会出现 所以地心里面是由什么 你会听到 呼那种声音出来 他们在探测的时候 就是鬼哭神 好像地狱就真的在我们的地球下面 在地心里面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传说 说你人死了以后 可以上天堂跟下地狱 之说神在上面 魔鬼在下面 就这样 鬼都会在下面 神都在上面 这也是呢 在所有的 不管任何的宗教里面呢 劝人为善 他把它魔鬼化 就是说 你人作恶多端 就会变成魔鬼 你永不超生 因为呢 劝人为善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在他旁边则形成泉水 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呢 不管在怎么样的神话当中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呢 劝人为善 劝人为善 就是你不要做恶事做尽 要善事多做一点 好 苏美尔神话的人类的大超起源呢 尼比鲁星的上的人叫做呢 阿努 纳奇人 男性身高16尺 多高啊16尺 我说不会算啊 1.6公尺 更高吧 好 那女性身高是12尺 那不是超人了嘛 对 那简直是超人了嘛 那是超人的身材了嘛 对不对 那两公尺的话 你看现在打蓝球的 也有1.8 1.6的 1.2公尺左右的 对 200公分的 超过 那寿命呢 是36万年 那这个是比较好 我是比较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变成36万人 人是肉身做的 人的肉体呢 不可能活到这么久 都是神话 好 那圣经亚当跟夏娃 人类智慧的真相 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吃下了智慧果实 并得到了繁殖的能力 我想呢 不管任何的动物都有阴阳 所以呢 越有阴晴缘缺 太阳跟月亮呢 就是分成阴阳 白天看到的月光 太阳光呢 就是太阳 晚上看到的月光 就是月亮 所以呢 你看哦 每一种动物 都分阴阳 都分阴阳 当然也有 雌雄同体的 也有雌雄同体 你们知道 也有是单一细胞的 就像那个雌雄是单一细胞 雌雄就是单一细胞 单一细胞 它不分阴阳的 比较少 所以我看 那雌雄有点害怕 雌雄是单一细胞 所以呢 其实大部分 99%几乎都是呢 这个有分阴阳的 分雄 雄 雄 这个雌雄的 好 2023年 惠世神话中 降下毁灭的时候吗 好像被下降头 你不觉得 整个地球 好像被下降头一样吗 今年是古惑之年 在所有的 包括 地母经也好 包括呢 很多的预言里面 预言书里面 都说今年是古惑之年 就是人心都被古惑了 不能够平静了 每一个人都是追求的名利地位跟金钱 没有一个平静的生活 所以呢 2023年会是神话中降下毁灭的时候吗 是的 我觉得2023年开始就是要降下毁灭的时候 现在地球人口将近80亿 且刚好这时呢 又有小行星要靠近地球 刚好也对了神话中的你比如将到的时候 小行星真的会在八九月呢 坠入地球吗 让我们关注这个神话中的小行星 是否真的会降临地球 到时候会是在创世纪还是末世呢 敬请期待 我想呢 最近的大地震呢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这些神 这个行星撞地球的这些事情呢 其实在天文科学家里面呢 他们已经都在警告着世人 有很多的小行星 确确实实的 都在偏离轨道进行当中 那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这些不管是神话也好 或者是有根据性的也好 我们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研溢 以及呢 从神话中来看到它的变化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能怪力乱神 但是呢 我是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预言出来 而这强烈的预言并不是现在写下来的 而是早期就写下来 就像我们的天文书一样 在几千年前就有了 中国的天文书记在几千年前就有 不是在这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了 不是现在才有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星象的变化也好 地理风水的变化也好 观星望斗的变化也好 都是呢 流传甚久值得借敬的 可以做参考 使人类呢 可以过得呢 更安平安的 你怎么样来去改善 或者呢 去怎么样的进化 这些都是呢 我们现在2023年开始呢 进入九族火运 必须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好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呢 不要忘记 海岸老师呢 会探究天文地理 然后呢 接着下来的话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很害怕地震的问题 那有很多的巧合 我今天会领导 把这些数据呢 正确的给大家 它为什么会这么发生 一定要有数据 因为地震跟数据有关系 跟年有关系 跟月有关系 跟日有关系 年月日 为什么这么吻合呢 好 你们一定会下一大跳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帮我两个频道 同时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